自信挺胸,非手术,回指封胸,Lipolith breast 许多这个年轻的女士或者是有小孩子的妈妈 都是希望有这个迷人这个丰满的胸部 往往大部分人会想到所谓的龙胸手术 不论是用水袋或者是洗胶袋 但是很多人可能不晓得有个新的方式 可以用非手术的方式来达到相似的效果 这种方式呢有一种方式新的是叫做回指封胸 所谓的Lipolith breast 这使用自身的脂肪 那有时候再配合吸力额外的效果 达到这个很自然的效果 那么手术跟非手术又有什么这样差别呢 第一个事情这个对触感来讲的话 非手术这种的一个的方式 所谓的回指封胸 这个触感的确是无真 好像自己的肉的感觉是一样的 至于手术来讲的话 血带效果通常是比较差一点的 那么洗胶的确比较真实肉 但是这个效果还并不是没有办法 相等于脂肪的肉的效果 至于形状来讲的话 通常使用这个脂肪注射来讲的话 这形状的乳方如同长大一样 所以是很自然形成的效果 那对手术来讲的话 通常假如这个手术之前 假如是A size或者B减的话 通常升两级或以上的话 往往会出现这个腕状的现象 那么有些人对这个形状 并不是喜欢脂肪 那效果来讲的话 通常非手术使用回指封胸的话 通常大家可以升一级或两级左右 而然这个手术通常可以得到二、三 或者是更多 假如需要的话 那维持时间的话 在非手术通常是数年的时间 这个活性脂肪注射之后 可以滋润皮肤 那么乳房本身呢 当然会继续老化 对于非手术而言来的话 放水袋或者是洗胶袋的话 本身这个外来物 当然是维持数多年 或数十年都有可能 但是这个皮肤的肌肉 跟乳房的组织本身在老化当中 因此呢 假如用自己的脂肪 往往可以缓慢这个老化的 实际上 因为是被这个自然的乳房 所慢慢代替 至于这个填充这个深度来讲的话 非手术使用的回指封胸的话 通常是注射在皮肤下下沉 而然手术往往是放在这个填充 或放在肌肉下面 或者乳房组织里面 组织的下面 或者肌肉的下面 当然这个使用自身脂肪 有另外一个特别好处 就是它这个脂肪 还有活性干细胞 或者是这个生长因素 但是手术是没有这个事情 因此乳房往往成大之后 有时候产生这个绿色的这个筋 或者皮肤变薄的现象 那么对手术来讲的话 这个现象比较 对非手术来讲的话 使用回指封用这个现象 的确比较少见 还有一个事情是做完手术之后 尤其是水袋的情况之后 有时候会产生所谓的折皱 那么在手术情况 假如有折皱的话 往往这个总装改变的方式 需要填充物要换取才行 那非手术来讲的话 假如 针对于手术之后 所发现的早期 跟微小的折皱 往往也可以考虑用指缓方式 把它弥补 来改善 至于乳方X管的memor管的重要性 不论是非手术跟手术之前 都必须要定期做之前 或者及之后的检查的必要性 那资料次数来讲的话 通常手术通常只需要一次 而然非手术所使用的回指封用 通常是一次两次 甚至有时候需要三次方式 只能达到最明显或更好的效果 至于麻醉来讲的话 非手术通常是可以考虑说 非用菇物麻醉就可以 而然手术的话 往往很多人需要全身麻醉 不过在局部的情况 在有些情况 菇物麻醉也可以使用 巴汉来讲的话 手术通常需要切口跟进口 不论是在乳房下 或者是乳翼旁边 或者是在手背下 或者是在肚脐炎 都需要做切口进入 那么至于非手术回指封用来讲的话 并非只有针口 并没有手术的切口 恢复期来讲的话 回指封用的体学恢复期 是非常快 从中只有周末 那还有一个特色就是 用回指封用的方式的话 我们可以瞄待身材 我们通常可以减少脂肪 当然手术的话 是没有办法达到这一点 除非我们同时也考虑 抽脂的同时的治疗方案 因此呢 这个回指封用适合什么样的情况呢 这是适合那些人想要